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面了解一下 我们带你来看 总统亲自致议 农天水利会代表握手走了两圈 陈菊亲自陪投 可见有多重视 上个礼拜因为白鹿台风 所以很多的农民忙着抢救蔬果 也都加强了防范 这次台风来袭 各位一定也是紧风的神经 帮助农民减少灾顺 跟大家说 大家辛苦 用问请攻势抢攻会长们的心 全台一共17个农田水利会 会员146万人 是中南部重要地方势力 审计部去年计算 水利会持有土地市值破千亿 表扬事迹顺便挂甘警 小英近期支持度扶摇直上 虽然在桃园 国民党大本营跟郭董单挑 小英小输 但如果是对决韩国瑜 则是大赢超过10% 立份民调全台支持度 如果郭柯王结盟 郭台铭参选 撒咖都局面 小英领先郭柯王 韩国瑜以不到20%支持度 居于第三 要是国民党换于郭台铭上阵 也是小英领先 因为有87.9%的韩分表态 挺韩到底 只有7.1%可能转头郭 显示郭董难以撼动韩分 一起来守护台湾的农业 促进更好的发展 谢谢 多谢大家 赶紧来共同公路 多谢 特地讲台语 拉近距离 无论局势怎么变 小英都积极拉票 接下来还有下乡之旅 深入各地组织 亲自拜托详情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 曾经念过上报的一篇报道 特别提到的是 当严青标 或这些地方型的政治人物 站出来的时候 还有一个意义 那就是这些地方派系的保卫战 因为蔡英文让这些 农天水利的这些干部 成为官派之后 这些地方派系 很怕自己在2020 民党继续执政之后 就被消灭了 但是我们知道 选举现场定语 就要选台南的立委 面对着这 注解也是来势汹汹 但是我们知道 地方上面 除了选总统之后 还要酸离味啊 当我们看到 韩国瑜身边 站了这些地方派系的时候 今天蔡英文总统 见这些农天水利的 有146万的 会员的这样一个代表的时候 他是不是意义也象征着说 民进党也在关注 这些地方上面的声音 我来自于艰困选区 非常艰困 但是现在看到这些事情 我觉得有趣 为什么 第一个农田水利会在做什么 他在管灌溉区域的 那像台北的柳公郡啊 什么的 事实上你们这边 已经没有什么田可以灌溉了 所以会废水 对 可是灌溉区域 不要以为八田雨衣一之后 每个田都有灌溉水了 事实上还有很多田 得不到灌溉水 甚至于有些在灌溉水源的末端的 像我们台南的七谷末端 以前那个香瓜很有名 一年大概只能得到七天的灌溉水源 就很难去种植 所以今天蔡英文总统 约见了这些农田水利会的干部 他们是水利会在做灌溉的干部 告诉他们说 经过这两三年的努力 我们把灌溉区域往外扩张了 大概四千多公顷 对 所以一方面有人说农田逐渐被工厂啊 取代消失 事实上透过灌溉区域 又可以把农田往外推 那这重要性在哪里呢 农田的水利工程 不管是水路农路 其实多数是来自于农委会的补助 也就是政府的税金 也因为这样子 农田水利的工程 事实上是属于工部门的事务的性质比较重 所以在这一届立院里面 事实上跨党派的立委都认为说 水利会这一块 应该是要用工 等于是工部门的角度来处理事情 因为钱是来自于税金 处理的事情 攸关农民的生计灌溉水源 水又是公共财 所以它不应该成为地方派系 也不应该成为私产 所以经过这样协调之后 事实上多数的水利会 特别是农业区域的水利会 真的在用灌溉水源的水利会 他是认为 给他两年落日变成工法人 是可以接受的 你如果说看 其实是对农民比较好的 你如果说看各个农田水利会 但是如果你的农田水利会变成不动产业者 就是说你有很多土地 以前在灌溉沟游 在走的地方 现在没产 有什么人都说这是民进党要消灭 还是 民进党要绑装 那是公家的 是国家的 谁执政 这个工法人不会跟着政党走 他是留在工部门体系 所以我们先把这事情弄清楚 农田水利这一件事情 属于公共事务 这个决策方向是对的 但是对于农会 渔会水利会 他在另外一个性质 又变成政治性的组织 特别像农渔会 他有信用部 他有金农 类似金农的机构 那现在叫农民银行 那地方派系 产销体系 他就成为派系的力量 所以他就变成政治上的自轴 所以在这一次 你看到出来挺韩国瑜的 所以我刚才讲 那个很像以前 那个黑金又回头以外 他是很典型的地方派系 那我们就要面对一个抉择 你是要让这样的地方派系 回来决定国家大政 把这些已经做的事情 统统改回去 还是要把它留下来 那这里面 我不会用党派来看 因为有些国民党委员 其实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也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一个 这一件事情是国民党内部 要面对抉择 我刚才特别在前一趟讲说 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或者国民党里面的高人 你要去思考 国民党走到现在 也在改变当中 也期待脱胎换骨当中 你是要迎接旧的 这种地方派系 甚至于很多地方派系 牵扯的利益 不见是正当利益 把持农会 把持水源 你要当总统大选的主轴 跟着这里走 还是要拉回来 你们自己原来设定要走的方向 或者朱立伦的方向 我不懂 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人在处理这一块 第二个难处在哪里呢 立法委员的选机 和总统的选机都一样 都要50%加一票 对 你都要拿50%加一票 一对一的时候 对 可是现在国民党有两个太阳 一个叫郭太阳 一个叫韩太阳 韩太阳的韩粉 热力四射 那个会抗伤的 那郭太阳是资源热力四射 学生今天讲了 有钞票 我也不要讲那么现实 有时候有资源不见的钞票 他有企业形象嘛 是 那这两个人 是国民 主席自己面对人家记者问他说 听说郭台铭要报备参选 他不是回答不可以 他是回答说什么 伤脑筋 这个是一个要伤脑筋的问题 好像可以 那你说这样好像可以 伤脑筋就是 我脑筋伤完 我想出一个方法 也许解套了 对 不是可以不可以 是伤脑筋 那你这种暧昧的态度 去立委当然跟着你一起暧昧 是 因为我不暧昧的话 马上一切 我是要损失韩粉这一块5到10% 还是要损失郭粉这边5到10% 那这对国民党委员这一个更痛苦 那这两个命题 到已经到 今天已经8月底了 都没人处理 九月分过 纯一百通缸 已经快破败了 所以今年的选举是我 我今天对于18回 看选举到现在50回 最正在 不是我看不懂 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今年的选举 就各政党的节奏 弟弟看不懂 我们来问一下东豪好了 这是今天晚报的最新 就是有钞票 没选票 蓝尾不沾锅 是谁呢 他说郭台铭出来呢 他就结束了 国民党也结束了 这是陈学胜 被整个拿来做三板 他说呢 郭台铭如果出来 他就结束了 国民党也结束了 也有不具名的蓝尾忧心 郭台铭若执意 那么 我认为会输 那过去为国民党所做的 都化为乌有 显然说现在什么 郭站台生蓝会生气 但是如果就定于讲的是 一边是有 无形的这个 韩粉的资产可以挺你 一边是有形的资产可以协助你 所以对于选立委来讲 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国民党的候选人 不知道该怎么抉择 很惨 看都没有 你看有没有 因为这个 反正郭台铭这个参选的时间 我们现在都在倒数计时 很快的农历七月就过后 就会一切明朗化 那所有的一切就会 速度就会加快 那这块就是国民党问题了 国民党的立委选情 会因为区域不一样 而有不同的状况 比如在这个原来 如果是山南的区域 它可能受到冲击会比较小 但是如果你那个地方是 四五五十 我就说大概不是那么明显 差距不太大的地方的话 那可能对郭台铭的参选 这个动作就会很紧张 都会区 不管是都会区或者是农业县 因为刚刚我在看总统府 那个农业水利会那个 我都是在看的时候 在想一件事情 因为坐在蔡英文总统 黄编的是林文睿先生 他是云银县水利会的会长 现在是全国的会长 是 你知道林文睿先生 已经离让张家山两次 去年本来选县长 离让张立善当选县长 今年二月的时候 他本来是第一个宣布 想要选海县的立委 他宣布前是确认张家俊不选 这我们不讲这一段 那后来张家俊五六月 好像快六月 五月的时候宣布吧 那后来没有出选了 用协调的 他又离让了一次 所以你知道 当郭台铭跳出来的时候 吴敦英主席跟韩国瑜 都要开始头痛 就是让很多人有机会 你一定要做安抚跟处理 就是说 陈月圣为什么 要担心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两边的票 一半一半刚刚好的话 那就蔡英文总统过关 就是如果没有气保 我们讲 我们很快的 等到九月开始 一定会开始谈气保 一定会开始谈 韩国瑜 跟郭台铭之间的气保问题 这个一定会谈 郭台铭如果要宣布 就是他有把握操作气保 或者甚至我们 那么不客气的讲 在这一段 在前面一段时间 你如果听到国民党 私底下谈气保 也是因为郭台铭 郭台铭不选 没有气保 好 问题来了 一有气保 你要不要得罪韩粉 你一得罪韩粉 韩粉 如果你的立委 选区是韩粉比较多的 你会很麻烦 所以就会分裂 有些区位了 我自己的选举 我只好挺韩国瑜 好 那这还只是票 那有些区没有那么厉害的 我就两边都想讨好 会比较好处理 可是不是只有选票 那比如说像云林 你刚刚提出来的 云林这个区有原本张家班的人了 刚刚你说这个龙田水利会的 这个总会 林会长 林文睿 已经让给了张家了 让两次 这次我没问题 我反正迷脑自己的人 但问题是 郭董可以有资源 或者吴敦义要赶快安排好 而且柯文哲讲了嘛 敌人不要的就是我要的 所以吴敦义要赶快去安排好 也就是说 我不要讲交换 就是上次在协调的时候 你如果有些什么承诺你要做到 不要忘记了 因为第三组要出来了 第三组要出来了 那他不是只有选票的 不是只有韩粉的选票问题 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的募款动作 比如说我们那种柯P 现在开始跟企业界吃饭了 这个联谊不小心被拍到了 不是唯一的一招 这不是唯一的一招 国民党的选举里面 我们不要讲买票 光是一个基本选举人的 基本消费额 韩国瑜有没有在做选举动作 我讲的选举动作不是去拜庙 拜庙是最便宜的 你每一个地方的总部 跟立委之间的协调 都要专人负责 对 现在有吗 曾永泉不是去了吗 还没开始 曾永泉还没开始 我能不能讲 你部长加油 如果你那些事情都不做 你不去募款 比如说立委要不要跟你挂看板 你要不要补助人家 我讲的都很具体 因为选举一开张 就是七件事 你如果没有去募款 或者你的形势不好 比如说在台中 大台中地区 韩国民调可以排到第三 对 标格所以急得要表态 是 第三名你怎么募款 你不要开玩笑 如果未来九月以后 你看到的民调 韩国瑜老是变老三 你怎么募款 东豪不是第三名而已 一直爱卖不清 至少九月十七号 你怎么募款 对 你们到底是 你怎么募款 你们是到底一组 两组会不会换 可是大老板不是都人人好 就是说 有人来找 我们就捐不 我给你五万块 跟给你五百万 五万块太少了 我给你五十万 跟给你五百万 差很多 十倍就差很多 所以你在看后面 我不是在写小说 我们讲的是说 选举里面 它永远不会让你在台面上看到的 可是它是基础 你的基础不稳 人跟钱如果不稳 郭台铭就有机会 稍作弃保 回过来看 国民党如果让韩国瑜的姿势 继续这样摆烂 一下子市政头痛 一下子选举头痛 如果是以这种方式选举的话 当然是留下弃保的空间 你不是搞弃保 怎么会这样的选法 没有人选举是这样选的 所以你在未来看这段时间 就是说国民党 我一直在讲 你要么是吴敦义 接管韩总部 要么就是韩总部 有本事自己操盘 就两个选择 你不能多投马车 然后最后什么动作都没有 你跟你保证 你钱也梦不到 你人也 最后也会跑掉 那才有 那这个状况呢 到了12月 就是弃保的最好时机 好 所以说小方 我们想来看的是 蔡英文的动作 有些人解读是说 当然你看 刚好就这么巧嘛 就是地方派系的人 站出来听 韩国瑜这两天 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时候 蔡英文去会见了 农田水利会的 这些代表跟干部们 大家就会想讲了 这到底是选举 还是政治 还是政策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三方面 因为蔡英文 她是想把说 台湾的整个的一个长期 国家的一个长治久安 她能够来做一个整理 包括说像年金 包括很多的这个问题 所以就如同刚才 定义委员所讲的 水利会长期以来 都是由派系所把持 希望说水利会收回 做官派以后 以后农田灌溉的问题 就不会因人而设施 不会因派系而设施 但是我又觉得 这一场水利会的这些 所有各地的这些投人们 到总统府去跟蔡英文碰面 这个时间点又太巧了 刚才东豪讲的 那个林文锐先生 那还有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还有这个农委会的主委 陈吉仲 他们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很大的功夫 去分分一一沟通了以后 才把这些过去很难瞧的 地方派系的投人 现在呢 这个他们愿意 站在总统府这边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民进党 蔡英文她长期在 农业政策上面 她做了很大的功夫 我这边给各位看一个 这是最近 你今天大概可以在 很多的网络上面 你可以看到的一张 就是蔡英文的农业政策 她把它简单就归类为 七大项的这农业政策 包括说子女的这个 救学的部分有补助 然后包括了说农灾保险 就是我们每一年都遇到天灾 那天灾的部分 过去都没有保险 现在有保险 包括说农民 他在工作的时候受伤 那受伤或者他的身心 受到了什么意外 他的这个保险 还有现在十月底以前 有补助小农机具 这些也是让你的产值可以提高 那另外肥料 肥料是农民用的最多 他帮农民审核包 一包降价20块 那另外还有这个猪农的部分 特别是拔蒸了以后 明年是不是在五月份 台湾的猪能够出口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所有的农续产业 那最后呢 强化外销的部分 今年的上半年 外销是很多的 这个突破了历年的水准 所以你看到蔡英文在过去 他今天看到这个农田雪利会的 这些的这个投人 然后再加上他农民政策 这是已经摆出来的七项政策 所以你看蔡英文他对于农民 他其实着力很深 为什么 其实从去年的这个选举 去年选举其实对蔡英文来讲 特别是在农民票 农村票 其实那时候韩国瑜就主打的是农业议题 对 就很惨 所以在短短的这半年的时间 你看到蔡英文在农田 可以说是快马加鞭 在农民的这部分 希望说赶快推出政策 让农民可以感受得到 过去蔡英文给人家的感觉 好像是觉得说 他的政策好像都飘在天边 然后你讲这个年金改革 对于一般农民来讲 他可能未必感受得到 但是现在对于农民 或对于水利会 这样的一个事情来讲的话 这些的农民就感受得到 那在去年年底选举当中 民进党这个叠一交的这些农业线 今年可能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好 所以说我想要问人俊 怎么来看晚报 把国民党的委员的一句话 变成是一个A3 算是蛮大的标题 就是说这个郭台铭如果出来 他自己完蛋 国民党也完蛋 因为这个不只是 影响到的是总统选群 还有立委 刚刚两位包括定宇 包括东豪的分析就是这样 你拿出来 那有一些可能本来没机会的 他现在就有另外找到了机会 就像这个柯文哲的那一句话 敌人不要就是我要的 我觉得他会不会完蛋的这件事情 要先取决于韩国瑜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韩国瑜为什么现在在党内 有一些人会犹豫要不要支持或不支持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韩国瑜的民调虽然在下挫 可是他是不是一个无量下跌的状态 还是他其实跌一跌跌到会有一个底线 其实没有人知道 那如果以他现在缓步的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有几个时间点 比如说大家讲9月17号 如果你要用联署的方式 那你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就要宣布 第二个是我如果不要的话 我就慢慢等等等 等到国民党真的发现 韩国瑜一直下跌跌跌跌跌跌破了那条线 国民党自己觉悟了 把韩国瑜给处理掉 可是这里面我觉得他要赌注会很大 所以他相同的来讲 就是说韩国瑜现在他的声量 如果维持在 因为您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提到几个民调 他比较特别都不是郭台铭个人本身 在这个民调上面 他占了什么样的优势 而是都是用组合的方式 比如说郭柯 郭柯王 这位姚老师讲说民调 哪有一个都一个人的 刚才你向上赌两个 我镜头上可以来换另外一张 就是组合式的这个民调 那这个其实对于民调来讲 那边是说是不是副手 或者是其他搭配的人选 这个会列入到民调里面的考虑 那这个当然就以前来看 也没有这种比法 所以相对的回来看 如果韩国瑜他守在了那个位置上面 他并没有那么大幅度的下挫 下挫到 大家一看就不用什么都来都去了 直接一比就是你就是输的 一个第三名的状态之下 当然对于国民党来讲 我不敢讲说12月什么气保 那应该更早就会气保就会发生 就是民调一出来 就会开始弱者就一直被淘汰 因为现在对韩国瑜来讲 他最大的压力一定是来自于 是有一个暧昧不明的 比如说郭台铭或者王金平 那在这事件里面 他们也不表态 你知道有些人很急着说 不行毕竟赶快开除他 国民党还找不出理由开除 你知道吗 人家什么事情没做了 就是民调一直说 这两个可能要做什么 那他可以脱吗 他也没办法脱啊 所以他们没有正式表态之前 没有人任何能够讲说 我觉得你 我看你不爽 我看你跟谁站一起 我就处分你嘛 那所以这个东西游离的状态 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讲 我刚刚为什么讲说气保 我认为会更早发生 为什么 因为总统选举是一回事 地方选举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立委要不要动 你立委要不要跑 你总统可以装作不知道 反正我就是 我还有高雄市市政 所以我今天那里 可以不要去那边可以怎样 我就讲我高雄市政要做 不行立委不行啊 高雄立委就要跑啊 你这所有的通通都要开始动起来 所以当他开始会选择说 国民党现在遇到一个 最大的困难点是什么 第一个 总统参选人第一次不在台北的 不跟党中央在一起 都在高兴啊 你国民党的服务 他也不一定在高雄 这我不知道啦 我没给他监视你知道吗 但问题就在于是 国民党难道你整个的 服选团队全部要下去到高雄吗 看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你光看他议题小独选 都是台北的议员啊 新北的议员 你跟议员不要走 你去对韩国瑜 你可能要不要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 国民党现在遇到的 不是蓝绿对决的问题 是国民党内部也有 挺韩跟反韩的声音 对于这些立委来讲 我现在你为什么 我要保持观望 因为很简单嘛 我自己的支持者 我自己的支持者 都有要支持 或不支持韩国瑜的状态 我何必把我的人 先切一半 所以我干脆观望嘛 但问题是 当第二组的国民党的人 开始具体表态的时候 这个观望的时间 它立刻就消失掉 因为我没有得观望 我有一个选择点 是我要A或者是要B 这时候就比什么你知道 好吗 你这些总统要选的人 大家重新来比一次 比资源 比你能给我什么 对于立委来讲 最现实的这个选民 一定会有给他反应嘛 所以我觉得 气宝的时候 等到这个第三组的人 如果比如说郭台铭 或者是王金平 他们正式宣布 甚至这个风向一出来的时候 地方会动得非常快 那时候对于这些 要选举的人 我跟你讲 他会贏得最重要 他如果不贏 你叫他去跟谁 跟谁跟谁 你记不记得2016年的时候 国民党一大堆人 把党级摸 那个拿掉 党灰拿掉 不穿蓝色的 穿什么 穿粉红色的 搞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颜色 为什么 他们不想说自己是国民党 我想那一战 对国民党来讲 很可怕 可是2019的现在 或者是2020年 投票前的那几个月 会不会重现这个状况 我觉得国民党 他现在最大的困难 真的不是民进党 民进党人选已经定在那 而是国民党内部 居然有一个 A加B的组合 那这个AB的组合 尤其是那个B 到现在为止 那个B组合 还没有人知道他在哪 可是他对于整个的国民党 其实已经产生动摇的这样一个情形 好 所以说罗伟委 你怎么来看 陈玄胜被问到的这一句话 以及不具名的栏尾 他就讲了 郭台铭出来 他就结束了 国民党也亡了 真的是这样 会吗 我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不认为 为什么你知道吗 那个当然 我们都知道 现在郭台铭是那个 国民党跟柯文哲 两个势力在争取的对象 国民党要靠 那个 郭台铭说 我们来团结 我们来整合 姚老师说 郭台铭也会拉到 蔡英文的票 那柯文哲是怎样 柯文哲 柯文哲是那个 想要靠着那个 郭台铭的钱 他来拉抬他自己本身 跟他的那个什么 民众党 那你看看 在这边双方的那个 垃圾当中 假如那个 郭台铭 越不表态的话 好像他的身价 就越来越高 我们可以从这几次的民调 大家看 在初选的时候 郭台铭的民调 是不是很低 对 那你看看 经过这段时间的 两方势力 再跟他拉扯 那个 他的身价就越来越高 他现在已经变成 三强鼎力 所以他这一波 所以他这一波的 饥饿行销 很成功 对不对 很成功 那你到底 他这个能够维持多少 就刚刚提到 等到你 你那个 在政治参选的时候 那都不一样了 检验都不一样了 所以 博委员真的有 黑锅部队吗 所以说 他说 假如 郭台铭出来选 去对韩国瑜 就媒体的这一块来讲的话 不见得是不利的 因为大家不会把 所有的媒体的焦点 都放在那个 韩国瑜身上嘛 那大家会转到 郭台铭嘛 你看 郭台铭也会 甜甜盘子啊 也会帮他 奇奇鞋带啊 他也会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动作 出来啊 所以媒体的焦点 也会转到 那个郭台铭那边啊 所以不见得说不利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 因为国民党 现在已经是 提名韩国瑜了嘛 那国民党的 任何一个立委 或任何一个明代 他就是要挺韩国瑜嘛 假如你跑去支持 不是国民党提名的 他对国民党来讲 怎么办呢 就只有开除嘛 那可是如果 云林的那个状况呢 就是他礼让的 他让的 可是他现在变成是 他不想让了 郭台铭如果 去找他出来 那是不是就影响到了 不是啊 那郭台铭找他出来 也不见得说 一定是 一定是拉到 拉到那个国民党 原来的票啦 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啦 立委的选举 百分之九十九 要靠自己 你平常的经营 你平常 你平常问政的表现 对不对 你的人脉 那大家也知道吧 以前很多投票 都是分裂投票嘛 我总统可以支持某人 可是你立委 一定要支持我 所以假如说 真的说韩国瑜 他真的不行 我不认为说国民党的立委 他会选择不好 因为国民党立委 有自己的人脉 自己的经营嘛 那当然你说好 郭董 他比较有钞票 可是郭柯王他们 要提共推立委哦 还要共组 联盟 对 共推立委 你要拉到谁嘛 刚刚都提到嘛 假如说 好 柯文哲提的人 那提的人都说 他那些柯文嘛 他拉到是那些柯文嘛 我们看那个 他那时候不是提了 提了那个 那个程建民的女儿 在那个 陈思宇 陈思宇在那个 大中区选嘛 对 跟那个何志伟选嘛 那时候国民党 三奖廷利 可是柯文 在大中区照讲 是说是柯文最多的哦 可是那个陈思宇 选出来不到一万票耶 所以你提了人 能不能把你自己 原来的支持 转移过去 那只要靠 自己的立委的经营嘛 因为我们那时候知道 何志伟在选的时候 因为 40区比较大嘛 大同比较小嘛 那40区是 何志伟的大本营嘛 他们就要 长期在那边经营嘛 那国民党的 那个候选人当然 他的大本营是大同嘛 而且起步也比较慢 那个何志伟当时 我跟随 我一言不要选 我就是破五层州 我就是去选立委 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 撒哈都 大家都知道说 那个柯文 假如他不出来的话 那个票会跑到哪里去 就跑到那个 何志伟的身上嘛 那我说应该会拉到 何志伟的票 可是事实上 最后的结果来讲 并没有影响多大 就回归到 蓝绿基本盘 对 回归到蓝绿基本盘 那是候选人本身嘛 所以我直接说 国民党的这些候选人 像陈先生 不要那么悲观啦 不要紧 因为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 命运不是操纵在 在郭董的手上 国民党的命运 不能说 哎呀 拜托你 那个郭董不要选 我们热联去贴人家 两屁股 他就已经告诉你 摆明之后 他就要选 那国民党又不能去 拉着他 或把他藏起来 等今天就把他藏起来 就叫他不选 那不可能的嘛 既然要写 就正面应战吧 没有办法怎么做嘛 刚刚呢 我们提到的 这个一旦参选 韩国瑜就有所谓 黑韩产业 那么如果郭台铭 真的宣布要参选的时候 会不会有黑锅产业 也黑锅部队 也正在蓄势待发 昨天 郭台铭跟一位算命大师 这个照片曝光之后 马上包括 这个郭正寅 跟郭台铭本人 都出来澄清 郭台铭还写了脸书 他说什么 这个苏仁宗事件 他说多次透过 许多郭粉支持者的管道 表达他曾重病经历 什么生死交官 希望见我 那这是他毕生心愿 那基于对粉丝的爱护 跟对身体不适者的敬重 才在形成短暂会晤了 苏先生30分钟 所以现在要讲 到底是大师放话 还是柯营操作 让郭董不爽 还是说 现在慢慢的 黑锅部队要启动了呢 但是大家确实是也找到 其实柯文泽自己以前 也找过这位大师 东豪哥你怎么来看 这是黑锅部队要启动了吗 这其实还不算黑锅了 这不算啊 这哪里算黑锅 可是有人就会说 你好像 不问苍生是问鬼神 这个是因为 当你这样照片出来之后 大家一定会开始 就会讲说 你是不问苍生问鬼神 对 其实你看到那照片的时候 这个苏文中先生 我曾经有过一次同台的机会 你也跟他同台过 对 但是我比较搞不懂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的牌是扑克牌 跟我们一般习惯的塔罗牌 不大一样 对 所以这个我真的不大能理解 好 可是他有没有常常跟政治明星在一起 有 苏文中常常帮政治明星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我有几个朋友 其实都比如说 跟柯P的那一次 是我朋友负责买牌洗牌的 就是跟蔡玉珍 那个时候在咖啡馆里面 所以你有去吗 我没有 他本来那天有找我去 康仁俊在偷笑他有去 等一下我请你讲 那这临时起意嘛 等一下可以让康仁俊来补充 那我朋友 就临时去买一张 买一副牌 所以那个洗牌是他负责的 那苏仁宗就是有一个程序嘛 最后就把那个牌就选出来了 好 我另外一个朋友也跟苏仁宗蛮熟的 有一次呢 他就把苏仁宗的这一套呢 就问他一个年长的朋友 那个年长的朋友 就当场表演一次给他看 类似的 也都很准 所以这是魔术还是算命 我这个我无法置评 好 好那关键是这样子的 如果 如果是要黑锅的话 怎么会讲这个呢 这个都是大家 供大家娱乐消遣 所以这不算扣分 就好像说我去庙里面 我一定要抽个千 抽个千 那遇到算命大师 我们就一定要请义 你不能拆人家台啊 是啊 你不能拆人家台啊 因为那个我们中国人 台湾的习星都很爱算命 那 那我说去算命没什么稀奇啦 好那但是这样子 那但是有没有真的所谓的黑锅部队 正在准备当中 现在就是看黑锅部队 会是哪一方面派出来的 用黑什么部队我觉得 我是觉得郭台铭 经过商场大风大浪 要举重若清啦 对啦 对啦 这个人才有目的 还说你会拆 你讲的差不多 快要想说人家是骗子了 不然你不会拆 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因为那张照片 听说只有两个人有 对啊 所以他在气 听说只有两个人 他在气候出那个人 哪两个人 当事人 当事人 跟 跟郭董的幕僚 你的朋友 郭董幕僚 不是我 因为苏仁忠不是我的朋友 苏仁忠本身应该会有 所以到底是这两个人当中 是谁流出来 当事人 我们迈个关系 当事人也得帅央嘛 休息一下 国外回来 带您来揭秘一下 到底是谁 在放这张照片 那对郭台铭到底是 加分还是减分 国外回来更多讨论 我们来看这一次的总统选举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到现在 到底还没第三组人呢 看似有 可是又还没有完全能够确定 但对韩国瑜来讲呢 现在他虽然说 他不回答市政的问题 他只回答总统级的问题 但是他的精进体呢 昨天被苏贞昌 这个也学了一下之后 他有点恼羞成怒 今天早上他怎么说呢 那么我们来听之外呢 孙春昌今天反而改口了 再赞美韩国瑜 我们带你来听 我是很逼急 因为有很多信使要度 这种 都是这个 小女生讲是蛮可爱 但是以一个 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在美国人的面前这样讲 我觉得是 好像不那么可爱 前几天 白鹿台风来袭 韩市长就能一大早作证 灾害应变中心 并且请你到各地看灾 停止了他的竞选活动 这就是很值得肯定 跟鼓励的事情 我们多给他鼓励 让他多做一点值得鼓励的事情 其实是很好的 我现在正在鼓励他 院长称赞你这个周末在高雄 坐镇救灾没有去跑选举行程 院长是院长称赞你 苏院长 very good 他苏院长就说你说金晶体会让美国人上市 我已经说very good 那个任俊你怎么来看这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对话 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苏生昌现在居然反过来赞美韩国瑜 是因为郭台铭要出来了吗 两个都very good 只能这样说了不然怎么办呢 我觉得当然对于韩国瑜来讲 韩国瑜其实他最大的对被韩粉认为说很有魅力的地方就在 他经常不按牌理出牌 对 所以当你人家去问他的时候 你看他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 就大家都在取笑他的这个什么英文或怎样的时候 他就好我就用英文来回你 我觉得这是韩国瑜 我觉得不能够去避开去谈这一件事情 他确实跟一般的传统级政治人物不一样 那你越严肃去对待他 或者是越强力的去要对付 OK用对付他好了 那他就用那个方式来对你 我觉得这是他吸引他这个粉丝的这样一个魅力 所以相同的来讲对韩国瑜来说 他现在一定会有压力的来自于是 他虽然已经成为国民党名正言顺 经过全代会被通过了这个总统参选人代表国民党 但是他还没有在中选会那边被登记成为国民党的参选人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落差就在于是 对于这些基层或者是对于这个郭台铭 甚至王金平来讲 很多人都在看的是 如果韩国瑜今天他没有办法撑起这一面棋的时候 这一面棋的时候 第一个国民党的总统要怎么选下去 第二个对于基层来讲是我的立委要怎么选下去 是 我听到有一个声音是说 如果今天国民党真的在国民党 这个总统大选的选战里面 没有办法赢的话 那有没有可能最少保住立法院的席次 也就是让立法院里面委员不要选得这么辛苦 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上面有一些人 他选择在这一段时间内 他干脆不要在这里面去讲这些有的没有的 因为他讲了之后 他何必去得罪自己的这些支持者 或者把自己陷入到这个泥脑里面去 人居你这样把人家唱衰都还太惨了 没有没有我现在只有讲说 民党的支持度其实是蛮高的 有时候比民党还要高 对对对所以我只有这样讲 你这样子你叫人家弃中那种保立委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有说 如果韩国瑜的民调他现在一直在跌 为什么你看 因为很简单嘛 你光看一个民调 如果是1比1的状态之下 你从这个不管是青蓝的 比较接近蓝的这个民调 或者比较接近绿的民调 你看起来韩国瑜在1比1对1的状态之下 其实都跌了 对 而且那个落差其实都大 而且慢慢慢慢的被拉开的感觉 那这样的一个差距其实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也不过就在4月跟5月的时候 韩国瑜其实还如日中天 所以现在对于这一些立委的人 我讲实话 我听到这些朋友讲的时候 我其实不觉得他们在唱衰自己的国民党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你要拿到票 你要选得上 那个才叫做重要 那如果今天这样子 那如果立委为什么不动 因为很简单嘛 大家都讲说因为你没有资源进来嘛 你今天总统要跟我一起做联合竞选总部 你要求我跟大家一起做 那不好意思 那现在谁要买单 这个是很现实嘛 这不叫唱衰啊 政治都是这样算出来的嘛 你竞选总部一挂牌之后 不好意思啊 租金要不要缴 你之前韩国瑜声势很高的时候 你很多钱可以不用先缴 你等到你声势掉下来的时候 大家都跟你不好意思 我怕你没有拳掉 你要先收一下 这个本来就是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人来讲 当然他的立委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他们的立委 其实有些人很辛苦 或者有一些人到现在为止是观望的 不愿意 你看我举一个例子 曾永泉已经有下令了 不是吗 对 要求你这个各地方的地方党部 要作为这个竞选总部 这是一件 第二件事情是不是要求说 你有合照的这个看板 要把它给挂上来 结果你听到有人讲说 不好意思 现在台风季节 有人讲说 那是那一层比较差 你知道吗 那是那一层比较差 所以我可能要择起再拍 那这个各种的理由 我觉得都OK 可是我就讲 对于这些地方型的政治人物 他最重要的是 他要赢得选举 所以这不是唱衰国民党 我其实觉得 韩国瑜必须要证明 他自己扛得起正面棋 他如果没办法证明 他现在要说服的 其实不是一般人 你知道吗 我刚一直强调 现在不是蓝绿对决 现在是蓝营内部的人 可能对于韩国瑜 还有疑虑 老方说的嘛 国民党的初选 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韩国瑜要证明 他自己能够扛得起 正面棋 他如果扛得起来 他能够证明给大家 我觉得大家第一个 就不会去问韩国瑜 你扛不扛得起来 他一定跟你说可以嘛 所以他检视的点 一定是民调嘛 我觉得这个 不管你喜欢民调 或不喜欢民调 这一块他如果证明得起来 没有人会唱衰他啦 没有人会唱衰国民党的选情啦 但重点是 如果他这一块 没有办法证明 他没有办法在这上面 他比如说 你刚看到 他那个very good的那个 对他到底是正面的效果 还是是反面的效果 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 其实看韩国瑜这件事情 可能对他觉得自己不公平 他自己会觉得不公平 说我做什么事情 你能够把我笑 但问题是 你如果是知道 如果大家跟你笑 你又要这样 给你摸下去 说我快点 你要笑 我就给你继续笑 那这个东西 我讲真的 这个因是你结的 那这个果 最后就是你自己要收嘛 好 对于韩国瑜来说呢 当然现在大家都用 放大镜看他 他也不止一次的 去爆出这个不平 包括连他的夫人 李嘉芬都说 他每天都被黑啊 你回来灰头土脸 那我们就买好一点的洗面乳 但如果真的只是像笑话 就解释过去 那就没有问题了 对他来讲 郭台铭的威胁就持续存在 只是郭台铭要找 柯文哲来结盟 这真的也是一个 已经既定好的 胜利方程式了吗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昨天在郭台铭 他这个 找算命大师算命的同时 也有人贴出来 这是柯文哲 他在几年前其实也找过 同样一位大师哦 所以这到底是谁在犯话呢 另外你看哦 包括连柯文哲 他说要透明公开 去见这个企业大佬 也被曝光了 现在好像是属于一个 就是彼此互相曝光的间谍战吗 到底这个选举还能够多有趣 广告回来带您了解 过去一直标榜公开透明 当时还要求说所有的这个柯市府的官员们如果去见谁晚上的行程都要上网登录 结果柯文哲现在被直击26号晚上悄悄跟十位企业老板密会耶 不知道上网他自己登录了没有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报道 见到民众要求合照 柯文哲来者不拒拍完之后立刻走进会场 但这可不是一般公开行程 而是一场秘密餐会 许多人陆陆续续走进会场 而他们各个来头不小都是企业大老板 柯文哲在8月26号晚上这场在喜来登饭店 与大老板们的秘密餐会 一待就是两个小时 包括深恒舱 东升购物 信义房屋 金华酒店 海霸王 核泰汽车等企业老板 通通都是坐上宾 画面一曝光 柯文哲也被批评是在打脸 过去自己主张的首长行程公开透明 只是冰山的一角 行程报表当中完全没有列入这些行程 已经违反了你身为首都台北市长 应该有的分寸 此对头台北市议员王世坚话说得很不客气 但密会大老板也被质疑是要替自己的民众党找资源吗 我认为柯市长就是向这些财团们推销 他的柯匹平安符 借势借端 对财团 巧取豪夺 他们那些大老板要有固定的聚会 轮流坐东请客 有时候人家说轮到谁坐东的时候 我这边乘起床 就这样就这么简单要做这种影射的新闻 我这也是有特定政治目的啊 虽然话是这样说 但在选举前敏感时机密会财团 确实也让外界认为柯文哲是在鸭子划水 找财源台面下布局2020 三零兄拍电话格子刚出开台北报道 丁宇你觉得当然找企业老板吃饭一定就是为了选举嘛 需要资金由于他现在成立了政党 他昨天在接受这个联合报专访的时候 他也提到喔 他说跟郭王结盟才是让他掉粉11万 不是因为他成立政党 那么到底他现在到底涂的是什么啊 因为他才刚跟人家合作耶 823才跟人家合作 现在又说是跟人家合作所以掉粉 然后又见了企业老板 他的政党形象就是他个人 所以其实不用把那个台名党先放着啦 就是他的言行会掉粉 我觉得如果真正会检讨自己 会去看我自己发生什么事情 那很明显他没有这样做 我们刚才讲两件事情 一个是算命 一个是跟企业财团吃饭 我个人觉得算命比较没有什么 我们有时候碰到 做到我这边有个大师康仁俊 那我让你摸一下鼓嘛 你帮我摸一下 我信不信是一件事情 好玩嘛 听一下嘛 尊重一下对方的专业嘛 谣虑 谣虑 心理治疗 就是说都会遇到 所以我是觉得郭台铭那个动作 一些团队出的那个动作 太太激怒 就是讲了一副人家 好像重病要来求你什么 好歹人家还是支持你 完成人家的心愿 对 那他讲你会上 你这样处理态度不好 我们在外面都会碰到各行各业的人 他有他的神通 我不相信我也不用去堵操他了 对 但是跟企业老板见面 这个比较严肃了 因为 任何 郭台铭现在是民间人士 可是 比如说韩国瑜 蔡英文 或者柯文哲 现在是有 有职务在身上 所以你跟民间的企业见面的话 那 民众就可以检验你 是 里面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有没有跟你的贵单位 有生意往来的 是 有公务往来的 那另外也会用你的话 去检验你 因为柯文哲当时很有名 就是用一个APP嘛 所有的主管出去吃饭都要登陆APP 对 可是那个APP 从那个宣布以后 我后来就再也没有看到这APP的消息 就这个APP照有没有在用 要问你们台北人 我是天皇国的逻辑 他说王世监医院是说没有啦 看没有啦 我就不知道嘛 他说他有公布一个APP 而且APP是要让全民 就说我的局长去跟某某人吃饭 你要登陆在上面 那时候还在市议会 好像一开始就做这个事情 对 那你现在在看他跟这个企业 吃饭的话 很明显那APP就没有登陆 也没有用 那有违反自己要求的一些原则 那至于作为一个首都市长 跟一些大企业见面 无可厚非 就是过去不要把那个道德标局到那么高 然后现在变成自己的标准 打到自己 问题在这里 至于有没有募款没升级 我们就不讲 因为募款要申报的 现在在这一波的撒卡都 可是他如果没有要选 他需要那么积极吗 还是说因为他的政党 他现在也不能募款 楚英文讲 他不能募款 他政党通过的话是可以 我现在讲就是说 作为一个首都市长 跟首都里面的贩夫走足 打仓美财 财团企业见面 应该可以 是 但是要讲清楚 你见面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没有登陆 因为当时讲的这么的 他后来解释是说 有人做东我就会去请吃饭 要请一个首都市长吃饭 不太简单 不叫罗委员做东 请他来吃吃看 来罗委员 那个会发生命案 对 不是啊 是这样 你今天找的这些企业主 你要先说明你是什么 你当时那个科B认同卡 他说 那个要认同我理念的人 来签科B认同卡 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 就是说 你要公开透明 你的行程 你都要登陆 那科B他这种人是 然后有说自己 没有说白人 他要他的局处首长 要他的员工 一定要遵守这样的规则 可是他自己呢 就比如说 他向那个郭台铭说 哎呀 你不信苍生 信鬼神 是 那后来不要几个小时 他就被他 被人家拿出来说 他自己游去算命啊 所以科文哲永远是怎样 永远都是宽以待己 言以利人 对别人都是很严苛的 尤其是对他的那个 台北市政府里面的那些员工 可是他对自己都很宽偶啊 而且他可以替他自己解释很多啊 反正白人走都不行 我科文就是老大 因为他讲他是政嘛 他是皇帝嘛 对 他是私自嘛 所以他要怎么做都可以嘛 那你今天 你成立了政党 你成立了政党 而且到底他要不要选举 那所以你现在找这些企业组来 是做什么了 那也许这些企业组 假设说他现在没有跟他们 有什么商业往来 可是是在你台北市政府的管辖之下啊 你到底说 哦 那个企业 比如说你说 啊 申衡舱 或说你说哪一家 他公司有没有违章啊 他公司有没有什么违法的事情啊 海霸王 有没有 金华酒店 到底有没有违规使用的问题啊 而且这个换局是谁帮你安排 假如是你的商业处 有人讲说 产发局 产发局 哦 那 你的产发局 产发局是管理 等于是主管 这一些企业 企业的一个单位 一个主管单位 你叫你主管这个业务的单位的人 去帮你安排这些企业 人们不要来嘛 不可以耶 心里面再怎么 哦 有要来嘛 那你来 你做什么呢 你要他们做什么 你说哦 宣扬 我 我的那个 那个台北市政府的理念 我要 我要找他们来投资 或做什么 你要讲嘛 你把它讲出来嘛 他只是说 哎呀 大家不要什么过度解读 或怎样 这个都是空话 我 我认为这样子 就是说 我们对于一个 对于一个局处首长的检验 不要有很多双头标准 假如今天是韩国瑜 假如今天是韩国瑜 去跟这些大老板吃饭 如果我们来看最近的新闻 会认为 柯文哲跟王津平 还有郭台铭 感觉上合作就是 指日可待 包括今天的媒体都讲了 从九月开始 郭柯王会从讨论 怎么样来辅选 然后怎么样来供提立委 可是为什么 今天又出现一个标题是 柯文哲认为 自己跟郭王结盟之后 掉粉十一万 这种感觉上 就会觉得说 没有什么力啊 没有什么好处啊 小方这要怎么解读 没有 这就是柯文哲的一张嘴 因为柯文哲 其实之所以会掉粉 掉十一万 短短的在八月份 掉这么多 其实是因为 他的摇摆不定 跟他的投机 所以导致他的粉 会掉这么快 你看看其实 最近这几天 黑他黑的最凶猛的 就是旺董 我没有见过旺董 这么活泼过 旺董已经活泼到 自己现在还要来 那个直播 成立YouTuber 对 变成YouTuber了 还有频道 然后要直播 我在他的这场直播里面 他说他跟柯文哲的第一次 我只对一句话有意思 我觉得很好奇 他说柯文哲跟国台办很熟 不需要他去牵线 不需要他去介绍 好 那柯文哲 当时是一个 2014年的时候 是一个台大的医生 为什么会跟国台办很熟啊 对耶 对 那你 楚音你跟国台办熟吗 杜豪你跟国台办熟吗 国台办我连门在哪里 我都找不到 我是染青的立委 我也跟国台办不熟 那为什么柯文哲 会跟国台办熟 我倒不熟 瓶子里 诶